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请到Titan 接下来这道菜 我觉得听名字感觉是个很复杂的菜 但是刚刚Titan说他其实做法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对 名字叫做 李洋式起司鸡肉卷 对 因为冠上李洋这两个字就是在李洋这地方洋葱非常的盛产 对 所以只要冠上李洋这两个字 你通常看到有李洋式什么什么什么都是用洋葱来录菜 那我们刚开始我们先来做鸡肉卷的部分 我们鸡肉稍微摊开 那这时候就必须使用到这个肉垂 肉垂 肉垂要使用的时候我会用一个塑胶袋 把它给盖在上面 为什么 直接打它就好了 直接打会沾黏有没有 那肉垂好难洗 再来这样打都不会黏 然后也不会把肉渣分出来 对对对对 非常的方便 那在垂这个肉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 就我们就直上直下就好 你不要用去扯的 会把肉扯烂 那在打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重点就是 外纹的部分你可能要打稍微薄一点 然后中间的部分可以稍微厚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在卷的时候外围会重叠 对对对 那我们这边不需要这么大 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两块 那我们这边的话里面先来做调味的动作 好 盐巴 白胡椒 对 没有错 这边的话就是两样东西就可以了 好 我现在发觉了一个诀窍 就是你的生肉都会用盐巴加白胡椒 对 然后如果是在锅上热的你还会再加糖 对 会让它不要那么的死咸 嗯 好我们这边放上一点那个起司丝 不少呢齁 因为大家都爱这个味道 接下来做法感觉就有点像那个 寿司把它卷起来的感觉 没有错没有错 它在里面再包上菠菜的叶子的部分 所以这个菠菜它是过水煮熟而已 对 就稍微烫一下 然后起来是要把它拧干 没有错 减少它的水分 对 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加我们肌肉里面的附着力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做的比较多的话 你哽的部分也可以加进来 好 这时候我们就把它给卷起来 里面包这两个就够了 对 所以也不需要牙签 不需要不需要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沾到面粉 那在收尾的部分其实可以再稍微 再打薄 敲薄一点 对 它会比较容易收尾 因为过后也比较容易黏在一起就对了 对 做成一个鸡肉卷 你先再卷一点 通常的话就是利用稍微比较薄的地方 卷在最外面 那厚的地方会卷在里面一点点 了解 你真的耶 你一打左右两边好薄 对 好 就这样子卷起来 那我们就可以来入锅煎了 好 这边一样用我们的玄米油 那待会要拍上面粉 没有错 这样它煎起来鸡肉就 表皮就有点酥酥黄黄的那种感觉 而且也会有一点点就是说 让它比较黏着在一起的感觉 对 就那个肉卷不会到最后 肉归肉卷归卷这样 对 下去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你都拍过了 你也不需要去找所谓的接风处才去煎 是 就可以先放下去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道菜 它其实煮菜的部分 对 然后另外我现在看到你准备很多配菜 包含了有洋葱 我们刚刚讲了有里洋式 一定有洋葱 没有错 你甚至还搭配上了有秋葵 秋葵 对那这边的话也教大家 如何选择这个秋葵 是 那样的一个熟度是最好的 也不会太嫩 也不会太老就酥刮这种感觉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 稍微在上面的部分 把它的头吗 用刀子 对 将它这个比较硬的地方 卷一圈 有有有它头上有一个 它的地的地方 对那地方比较难以咀嚼 比较硬 把它也切掉 对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来这样子做烹调 好 我们这边持续将我们的鸡肉 四面煎上色就可以了 煎到四面熟 然后稍微加一点这些米酒下去 闷 闷它 它就熟了 所以这种让它闷熟的做法 你会发觉肉吃起来是比较嫩的 软嫩的 对 因为烹调的一个温度很重要 我们把两面也稍微煎上色 让它每个面都可以熟 对 而且你拍过之后也会比较容易熟化 因为它的肉变得比较薄 对 所以在这边的话 烹调时间就可以缩短了蛮多的 而且上的颜色好漂亮 对 接下来就关火了 盖上锅盖 放在旁边等就可以 吓我一跳 我想说你要把它丢到水里 现在我们把油脂稍微滴掉一点 这样至少它的油泡会比较少一点 我们加上一点点的米酒 米酒 然后这边可以加上一点点的水 水 这个米酒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 挥发出来的这个酒精的味道 酒香 可以把猪肉的一些杂味盖掉 了解 然后也可以让猪肉的甜味散发出来 然后加水就是为了让它焖嘛 对 这时候我们把它盖起来 就放给它旁边慢慢焖熟 没有错 现在我们来炒配菜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抽葵往下放 那我们一样拿玄米油来加热一下 这边一样我们的菇先下来炒 就蘑菇跟香菇 都切成大丁状 刚刚呢我们的化妆师告诉我说 因为看起来真的都很简单 其实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它是有一点点复杂 有时候问了厨师 问了师傅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搭配 他就说 你就做就对了 你也不要管那么多 这样才会好吃 可是当你学会了之后 你会发现说 那种东西是可以把它简化的 而且自己在家里做菜 一定会碰到一些问题 就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对 那就会变成是说 这时候其实在家里做菜 会希望简单一点 那我会尽量就是把一些 不必要的步骤把它给省略掉 是 所以现在它已经 简单一点的煮好了吗 是 就是 我们就轻轻的炒一下就可以了 一样让这个菇 可以稍微上色一点 味道会来得比较好 那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调味 就盐巴胡椒就可以了 盐巴跟胡椒 对 好 这边 我的马铃薯好了吗 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马铃薯加进来 所以马铃薯大概要煮到 什么程度会比较高吗 其实稍微软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需要让它走太久 不然再来就糊掉了 对 现在都没有关系 对 很快的把它完成之后 我们加上我们的洋葱冰 下来 然后可以做一个调味的动作 就盐巴 白胡椒 对 白胡椒 非常非常的简单 很单纯喔 好 好啦 你以后出一个食谱嘛 那个菜名就叫 只要盐跟胡椒 就好啦 就salt and paper 好 我们把这个配菜稍微拿出来 这样子 硕大便是比较壮观 排成一排 对 就是有规矩啦 守规矩 这边最后来做酱汁的部分 好 也是满快的 我们把洋葱炒成焦糖状 是 对 一样一点点玄米油 不过这边可能要 花一点点时间去拌炒它 就利用刚刚炒 这些配菜的锅子来做 那我们鸡肉大概要焖多久啊 其实两分钟就好了 其实现在应该是OK了 对 鸡肉部分是熟化的 我们给它来做 熟化又很软嫩的感觉 对 我们给它来做白盘的动作 所以这个酱汁 除了洋葱要炒到有点焦化之外 它还需要什么样的配料在上面吗 调味料 其实不需要 你只要把洋葱炒到稍微 上色 焦焦的 对 焦化的时候 甜味就会完全释放出来 嗯 好 目前我们炒的状态 应该差不多对不对 对 稍微一点上色 然后那个焦化会出来 好 我们加一点点的面粉 为什么要加面粉 因为我们要让那个酱汁稠化 让它稍微拌一下 好 这时候我们加上一点点的高汤 对 刚刚煮马铃煮了水 这个待会是要淋在鸡肉卷上面吗 没有错 这个酱汁稍微再煮一下的话 它颜色就会完全散发出来 是 有那个浓稠度都跑出来了 对 好 铺化之后我们加上一点点的调味 盐巴 这时候我们来切割我们的鸡肉卷 而且你看那个起司都流出来了 对 对 开心耶 这为了让摆盘好看 我们就稍微头尾都切掉 哦 对 你可以来切齁 对 我知道切下来应该都是我的 对 对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我先吃没有sauce的时候 对 起少香 非常嫩 这鸡肉吗 是鸡肉 它咬到嘴巴里完全没有 没有纤维感耶 就入口即化的感觉耶 而且味道是很清爽的 对 它没有太多太浓的味道 鸡肉这种做法 就算牙齿不好的人都很好吃 胸骨也是在旁边拌演这样的角色 对 最后要淋sauce对不对 对 赶快把我的准备好 好 怎么沾上每天 我的太多了啦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不会 焦糖洋葱 洋葱也好香 那烤到焦焦的那个时候 洋葱最好吃 对 这个瘦子 很有深度 而且它的焦味说真的很明显 但是那个明显不会让你觉得讨厌 因为洋葱其实它是可以吃焦化的 对 对 因为它的焦味后面跟的是洋葱的甜味 对 好特别的味道喔 就是你知道 这是大人的一种味道 不是小孩的那种 是大人的味道 是大人的味道 太漂亮了 你这一盘应该也不便宜喔 不便宜 好 这个就是今天呢 来自于西班牙风情的这一道菜 它的名字叫做 里洋起司鸡肉卷 上菜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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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茜